我是白丁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评比视频 但今天评的这根笔比比较特别 它不属于完全的一根钢笔 是一根钢笔式的毛笔 看到这个品牌 大家要知道这个是那个无足钢笔啊 从这里这个无 这个是足对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招木盒 所以整个感觉怎么样 就是有有没有很廉价感觉 就这种就很轻 真的非常轻 我觉得比比起一根笔 它比这根笔还要轻 真的这是事实不骗你 真的比是啥 真的比这个笔啊 这个这根笔还要再轻 然后这个里面的细节 对吧 我是唯一根有留包装就这个 因为它是木盒的 纸盒通常我都扔掉了 然后这里就 有有三个凹槽嘛 就真正常的一个站 站的位置就是一块几块木板 然后粘在一起而已了 然后再加磨一磨那个就是一个倒角嘛 加几个倒角 然后上面盖个印 对吧 做起来也不是很麻烦啊 然后这个先放一边嘛 然后里面打开 有一张纸 没有欧洲百利金的那种 没有百利金那种 就是欧洲那种比打开那种疑似感这么强 就非常高档 就是有一种惊喜感 但这种就一块子铺铺出来更有一种什么东西 一种什么感觉 温柔之美 然后笔的话 对 笔我放在一边了 只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那个 呃 说明书嘛 对吧 看到了 说明书啊 然后再下来就这样 那一个就是说墨兰 墨兰不在这 墨兰 我拿给我 我在另外几个盒子拿给大家看一下 啊 对 因为我是用墨兰的 所以通常是这样子 我就用这样子一个盒子装的 也对啊 对 就这样子 因为镜头比较近啊 然后下来他他墨兰其实还是挺好看的 因为能看到 你看 嗯 你看到 无足的墨兰 对 整个银色的银色的 有时候我我上网看到有金色 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看起来干柱在这里 对 非常的精致 其实他的墨兰给人感觉就真的是很花心事去做 就是说质量非常高 这种感觉 更正常我平常用的是那个 waterman的 然后我拿一根短的给你们对比一下吧 我平常平常用这种长的 因为现在很多笔 很多笔是怎么样 就是说 又真的直接用短的 真的就很少 就是像那个waterman的EI 对吧 像那个很少的笔是用短的 或者无印的短杆嘛 或者平常 其实这一根长杆的无印的 长杆的无印的话 他是可以用长的 不一定用短 但无印配那个短是为了主要他旧的那根短杆 那这收下 你看 这就是一个差别了 其实价格来讲无足的还便宜一点 当然墨水这个漏眼上面看不出来 就不做任何评论 你看 这么能差别很大吧 好 那个就好 包装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啊哈 基本上没有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可讲 那我们先把这个收一下 收一下的时候 首先是 呃 这样子 这根就是我们的笔了 对吧 黑色的 呃 特别的话 还是挺特别 就整个 他其实是数字啊 但是有种漆气笔那种感觉 就日本那种漆气嘛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然后这根笔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啊 尺寸的话是这样子 呃 这样 ok 桌子比较小 嗯哼 大概是那个13.8左右 13.8 然后直径的话 这个其实你们看到这个 你们能目测到其实直径 所以通常我都不说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笔怎么开的 插拔的 对 插拔的话就是反正你喜欢毛笔怎么拿 就是这两根拿着 这样跟拿着吗 对吧 这样子 然后这两根的话 你要么就这样子下面这也这样子顶着它 要么 这根基本上为止 为止很少用 为止非常少用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 我觉得没有差别 这个不是很重要 也是反正我平常也是拿钢饼的姿势来拿 那有些人会这样子 但是我拿有什么问题 你看到我这么拿 我平常这么拿毛笔的 那我这么拿 你看 呃 对呃 我觉得不是很够长 就那种感觉 就非常短 如果你说我这样子 我又觉得怪怪的 我就自然会回去这样子 还是用毛笔比较好 然后笔 你看到笔尖 就是那种正常的那种叫我叫什么 那个尼龙笔 对吧 尼龙笔 呃 我把尺子放一下 然后打开一下灯的给你们看 你看 就正常的那个尼龙笔 哦 然后其他的地方的话 就一样等会给大家拆吧 首先先讲一下我们这个笔的那个外观吧 外观上面你们看到对 有那个字 但这个字日语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了 我不会日语 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logo嘛 无足的logo 然后金边 这个粗 这个系看起来还是很有质感的 这个整个看起来 然后黑色的比较容易有指纹 对吧 如果现在打这么光的情况下 金夹啊 正常树枝 树枝以后 然后上面也是树枝 而这里主要是这一个比较特突出的就这个纹 它有很多支 这个好像叫那个石灰钢笔啊 那你看到这个我这个是牵什么喝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长袖的意思 给大家转几个圈看一看 然后看到这里没了 然后再回来 他这样子印上去翻 整个感觉是非常闪的 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凹凸感的 它不是跟这里平的 它是另外再印上去的 所以有一个凹凸的感觉 呃 或者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凹凸感觉 你看这里 翅膀这边还有一个散粉 应该是能看出来的 对吧 这里是银色的 就特别散 然后这里是金色 然后直到这个位置 对吧 它是银银的 这样子 可能啊 对 这样很清楚一点 对 然后整根笔基本上这样子 主要最大特点就在这里 还有它这两个情况就是整个的 呃 怎么样 配比会怎么样 给给你感觉非常温柔 整根笔 那这时候下来 先把这个笔拆了吧 当然不是整根那种菜 那种菜绝对坏了 你看我 我 我还是用某篮的哈 有时候就方便嘛 对吧 然后正常的 你也可以用吸墨器 吸墨器跟哪个人配 呃 白金的 就Pentium的那个吸墨器可以配 然后这里 它这个东西我敲一下 很有 那它金属的声音很清脆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那个刚才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里的话是这样子 你看到 里面的东西里面就更不用说了 非常的 反正是这根是应该是金属的 你看到里面银色的吗 应该是金属 所以整根 然后两种材料吗 应该一个是那个铝的 一个是那个黄铜的 然后基本上这样子 黄铜主要是耐磨水吗 有一个好处 所以说整根笔的那个做起来的品控是非常用心的 日本笔 呃 怎么说 你看这里也是 里面的这些细节其实很到位 你看其他的比较所或什么欧系笔 有时候螺丝也会在里面的 呃 但是这根就没有了 所以说它是另外这里在直接这里压进去的 所以相对来讲 日本笔的主要买他买的买的话 你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品控 欧系笔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一种品味 这就是一个差别 那日本笔品控稳定 所以说很少说 比如像百利金的出水 那个你懂的呗 就百利金又有用 又用过很多的同学都知道 就说这个 所以这根笔的话 我觉得是还是一根比较好的笔 然后字的话 我写是这么大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对 我写的是那个道德经 然后通常我写的话是这么大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字的大小 大概是1.5 1.2厘米左右 对吧 你们能看到1.2 看一下这个油字1.2 1.2左右 通常写这么大啊 然后这个就是写的那个道德经 所以通常用这根笔 它是属于写小凯的 所以说要写字最适合是写这个大小 你要写再大 其实就不太合适 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这个签其实也挺细的 对比一下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买一根来练练毛笔 对吧 因为我认为是这样子 钢笔就是这样子 钢笔跟毛笔 对吧 最好能一起练 这样子是非常完美的 好 那今天的评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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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